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整个南港湾格的这个地形 跟这些一些周边的东西 那旁边呢 会有一个更高端 然后更大坪数的一个住宅 那它有它自己的出入口跟保安室 旁边这一边呢 将来是一个酒店跟写字楼 它也有自己的出入口 所以其实大家的就是保安做的 是非常的严密的 但是也是分开的 然后呢 就是东洞跟西洞呢 这个南港湾格呢 一进去呢 就是一个住户大厅 然后往上二三四层呢 就是停车场 然后五层呢 就是公共设施 五层也有一些住户单位 从五层往上呢 三十二和三十四层呢 都是住户的单位 一层只有八户 然后每四层呢 都会带一个空中花园 这个呢 就是一个酒店跟写字楼的 是完全就是分隔的 就没有连在这个南港湾格 然后还有自己的出入口 就是港湾的这个地方呢 我们已经就是在修建那个布道了 往后你要在这边跑步啊 散步啊 都可以 然后下面两层呢 是一些就是商铺 我们会做整理跟规划 然后呢 这些都是只租不卖的 那我们都会在这边做管理 这个私人游艇港湾呢 这个是由一个叫 One Degree 15 新加坡圣陶沙的那一个 私人游艇俱乐部 他们所营运跟管理的 所以在不久的将来的话 就是这边都会布满的 就是一些游艇 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一个点 这个蓝色的这一个点 我们现在就在这一边 然后我们对岸呢 就是新加坡 你们可以很清楚看到 其实我们就是在通往新加坡的 一桥跟二桥的中间 但是当然我们去二桥的话 也比较近 大约就是15分钟 就能到达二桥 那如果去一桥的话 大概需要20分钟的车程 然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附近呢 我们有这个马尔堡学院 跟莱佛寺 就是美国莱佛寺学院 这两间呢 是算在新山 是数一数二的国际学校 很多家长都把他的小孩 送来这边念书 甚至新加坡的父母 都特地把孩子 送到这两家学院来念书 新加坡啊 韩国都很多 嗯 然后呢 然后附近呢 有一间是英格医院 这个英格医院呢 也是新加坡的医院 然后在附近呢 也有一个乐高乐园 然后呢 在乐高乐园旁边呢 我们还有另外 就是七所大学 另外一个七所 我们叫大学城 那边也就是 有很多学生在那边念书 这一边来讲的话呢 就是二桥这一边呢 附近也有一个 就是高尔夫球场 不止一个 然后在不远处 又有一个 所以这15分钟车程内 就有两个很大型的一个高尔夫球场 我们周遭有些什么 南港湾阁 Southern Marina呢 就是在这里 就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肯定 我们刚才看的最靠近的就是这个 渡轮游艇码头 然后前面呢 是一个 Convention Center 会展中心 然后最附近的话 就是那个 Gen Hotel那些酒店 都在这一边 然后这一边的话就是那个 我们刚才说的 One degree 15 四六游艇 港湾俱乐部 然后再远一点呢 这一边呢 这是一个政府部门 这是我们这个 州政府的政府部门 就是政府的那些 重要官员呢 都会在这边上班 所以这一区的治安呢 绝对是全Rofo最好的 其实你们算是一个智能城市嘛 在每一个就是 路口都有监视器的吧 对 我们每一个路口都有监视器 每一层都有监视器 对 然后我们24小时的保安 确保大家就是活在一个 就是非常安全的环境 我们M2H格 会带给你更加丰富的 马来西亚资讯 记得按旁边的订阅仔 打开个轮轮 这样就一定不会错过了 喜欢我们的话 就希望你 like 和share我们的短片 拜拜 拜拜 拜拜